很多人问过我,特斯拉的热味为什么那么贵,换一个要两万啊,为什么特斯拉的空调有时候噪音特别的大,方向盘都在震啊,为什么特斯拉的冬季热车特别的费电 关于这些特斯拉空调的问题啊,甚至包括特斯拉为什么只给单电机的车型配磷酸铁锂的电池 但凡上了双电机,特斯拉一定要用三元锂电池 而其他的车,双电机也用磷酸铁锂电池的,比比皆是,为什么特斯拉就不行 其实这也跟空调有关,以上这么多问题啊,这一期视频你看完就都知道大家了 首先我强烈建议各大汽车信息平台,应该把所有新能源车的空调最高功率这个参数标出来 各个车之间的差异之大,绝对能惊掉你的下巴 在游车时代啊,空调的功率这个参数的确没什么用啊,就是发动机皮带带动一个压缩机来自冷 只有天热的时候用得到,平时也用不到,自冷功率大点小点影响都不大 但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动车,空调功率这个参数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不仅仅决定了你车内自冷自热的效果如何啊 它甚至能决定你的电池电机电控的寿命和故障率 因为电动车的电池电机电控,它是要靠车辆的空调系统的自冷来散热的 所有的电气元件过热都会烧坏,对吧 所以散热很重要,电池也需要空调系统来保温 当然了啊,很多电车它都减配了电池的保温系统 尤其是加速性能好的电动车,一定要配个大功率的空调 因为你一脚地板电,电池和电机的温度瞬间就飙很高 电池温度过高,衰减就快,甚至容易是失控 电机温度超过80度,电机内的永磁体就开始退磁 温度如果不能立即降下来的话,这种退磁现象就不可恢复了 那电机的动力材数,扭矩材数都会下降 电机的温度如果超过300度 永磁体将永久性的失去磁性 磁体变端头,电机也就报废了 当然啊,电车都有热保护系统 温度过高之前就给你断电了 大家也不要不敢踩电门啊 但这里我要说的是大功率空调的好处啊 空调的功率更大,那自冷和自热的速度它就更快 就能更及时的调节电池电机电控的温度 电池的温度就不容易过低或者过高 一直在电池最佳的工作温度范围内 那电池的寿命必然就会变长 电池热失控的概率也就更低 电机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那特斯拉空调的功率有多大呢 在东北零下20来度的天 你用特斯拉热个车你就知道了 也就五六分钟吧,车内就不冷了 十来分钟就温暖如春了 要知道我原来3.5排量6-300匹马力的赛纳啊 热车都比特斯拉慢多了 那可是汽油直接燃烧取暖啊 都赶不上特斯拉的空调加热快 所以特斯拉冬季热车的时候特别费电 五六分钟吧,续航就能掉20来公里 这是什么概念 这相当于特斯拉跑200多公里每小时 车速时候的能耗了 这你就能体会到特斯拉空调的功率有多恐怖了 所以特斯拉空调功率高时的噪音才那么大 所以特斯拉才只给单电机的标蓄配磷酸铁锂电池 双电机的就一定要用放电性能更强大的3月锂电池 因为特斯拉的空调功率比一部驱动电机的功率都更高 所以特斯拉的热泵空调才那么贵 你买个1.5匹的空调比买一匹的空调还贵不少吧 特斯拉的空调起码几十匹 还做的那么小一个才卖你两万块钱 已经很厚道了 好的东西有便宜的吗 只有破烂才便宜 当然啊 有些破烂经过包装再一吹也不便宜 所以啊 你们可以问问东北特斯拉车友 特斯拉热车有多快 热车的速度跟其他的电动车比一比 夏天自冷和冬天取暖的效果 特斯拉跟别的新能源车对比怎么样 空调的设置温度谁更精准 开路营模式 所以车里哪个车的空调更舒服 空调功率这块 特斯拉绝对的摇摇领先 没得干 你看这么多新车发布会 吹了那么多的参数 没有一个敢吹自己车空调的功率有多高的 一个都没有